所谓NVIDIA最后一批的三零系显卡 RTX3050T以及RTX3050的推出时间 可谓是一直牵动着玩家们的心 毕竟2000元以内的价格就能买到一块带光追的显卡 的确是很诱人 而为了能让玩家们保持期待 最近不少厂商也是蠢蠢欲动 不但进一步确认了RTX3050系列的详细规格 甚至就连其搭载的笔记本也已经正式上市了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得不承认最近的显卡市场是愈加的离谱 除了会员紧缺奸商加价以外 虚拟货币的高涨不跌仍是最大因素 而现在就连二手显卡 都能以原价售出的方式来进行回旋 这二手放在以前谁能想到 然而这一切的原因都得拜内群 XXX矿了办所次 所以为了缓解这种病态局面 NVIDIA最近也是鼓足了干净 并将重任放在了即将推出的RTX3050系列上 而作为最低端却最便宜的30C显卡 其仍然包括两个型号 分别是RTX3050Ti和RTX3050 至于在规格参数方面 首先RTX3050Ti将会之一GA106核心打造 拥有3584个扩大核心 配备未宽为192bit的6GB GDDR6显存 整体性能大致与RTX2060相当 国内售价预计是1999元起 然而是RTX3050 它将会之一GA107核心打造 拥有2304个扩大核心 配备未宽为128bit的4GB GDDR6显存 整体性能大致与GTX1660相当 国内售价预计是1499元起 而目前比较遗憾的是 Gboard Channels报道 由于考虑到继续生产低端型号的GPU意义不大 所以NVIDIA方面将考虑把更多的产能 投入其高端芯片当中 以此来弥补高端显卡的供应不足 所以原本定于4月底发布的RTX3050系列 将会继续推迟 然而据VideoCats表示 虽然桌面端的3050延期了 但其移动端将会先行推出 具体来看 目前搭载RTX3050显卡的笔记本 已经正式上架了亚马逊平台 其中包括联想的Legion 5 Pro 以及华社TUF-F15两款产品 而从其公布的参数来看 RTX3050它移动端将会拥有2560个扩大核心 配备的显存为128bit 4GB GDDR6 加速频率为1425MHz到1659MHz 最高功能为95W 至于RTX3050移动端 它竟有2048个扩大核心 显存规格同样是128bit的4GB GDDR6 但加速频率却为1500MHz到1740MHz 最高功能也是95W 同时联想还表示 为了保证足够多的应用场景 3050移动端的实际功耗 还将支持动态调整 也就是可以在60W到95W之间随意改动 看来那些想要超频的玩家有福了哦 至于整体性能方面 从此前Notebook Check所公布的数据来看 RTX3050T移动端的性能 和RTX2060 Max-Q相当 而RTX3050则与GTX1660T Max-Q相当 但在价格方面 联想与华硕的这两款产品均未透露 最后在广泛业界关注的ARM收购计划上 NVIDIA于近日透露了更多情况 其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在收购ARM公司的相关事宜上 进展得非常顺利 而老黄也对其表示 他非常有信心 与2022年完成这笔交易 但就目前来看 由于此设所设计的市场和区域都过于复杂 所以NVIDIA究竟能不能完成对ARM的收购 还不太好说 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表达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留下更多引擎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